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大家好 好 今天是我們神科醫院即將舉辦第一屆的 無愧醫院士學術講座這個活動 它是一整天的活動 那一大早呢 我們有一大早 就是等一下開始呢 我們有邀請到我們第一屆的講座學者 林宋良老師 他會去分享他最近 挖掉在SEL上面非常多精彩的研究 那中午呢 林宋良老師會跟羽惠的來賓 還有老師們一起在旁邊的 午餐的會場會用餐 那下午呢 一點半的時候呢 我們特別安排林宋良老師 會在會議餐的中午跟同學們 進行座談 然後去分享他怎麼樣的成功 怎麼樣的厲害 怎麼樣的 對 就是我看到他的CV 我只能線上我的膝蓋這樣子 對 所以然後各位順便提到一下 各位手邊有拿到很多 每個人都有一個折頁 OK 那如果你下午沒有辦法參加那個座談會的話 你可以把你想問Size的問題 等一下等 林老師講完他的研究 他就搶問就好了 OK Size以外的事情呢 有任何問題 歡迎大家寫在你的折頁上面 然後交到 離開的時候交到前門或是後門 我都有收集下來 那我們會待會兒在座談上 你如果不能來的話 我們會挑出十個問題 然後待會兒八問 那有被挑中的學生呢 會有7-11的禮卷 OK 鼓勵大家 對 好 那這個 講座一開始呢 我們要獻請 這個武昆域學術講座的召集人 我們呢 江安氏院士上來支持 歡迎江院士 謝謝 謝謝 謝謝玉京 我很幸運 由我來介紹 學術的成就 首先 我代表這個 葛藝堂 跟這個 第一屆的合獎 音生教授 好 字毅 那 原是其實 今天他自己要回來見證這個夢 那 他安排了很久 就說 發覺說 要進入期一個半月的時間 一個關在台灣 或者關在美國 然後用機票等等等等 所以他實在到最後還是沒有 没有办法经营现场 是我帮忙他自己 那我来跟大家介绍这个 讲座的背景 他的缘起 他的精神 和他的过程 那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吴云院士 那是我们清华的国际飞小做法 那他是在1966年 在海大医学院 他的体育太多 不会完全记起来 1966年在海大医学院 到医学室 之后在叶尔做事 就去了并多人的大学 或是 那是医学人的属医学方 他很令人 这个 我被敬佩的是 他很年轻的时候 他应该在70年左右 就跟他的指导教授 发明了这个 学校版名字 他国际上称他为 学校版名字 然后他后面的工工位置有更多 那 他们在台湾的好 我会讲他一句话 他 他 他 就 就 好像 诶 这么早 就当 1994年 1994年 就当学院院士 然后 这之后 是在 国际学生学会 又当过 也是欧洲科学院的院士 又是发展 同时这些科学院的院士 还有一个 比较不一样的事 1994年 美国休斯顿市 特别 翻了一个 普魁玉入 那一天 叫普魁玉入 来彰显 他的学术工具 跟这次的学术奖有关的是 他赐在2015年的总统奖 总统奖是台湾学生界以后最高的 总统奖的精神就是希望张英贤 一名台湾学术界 对台湾的学术贡献 最重要的 尤其是在基础研究产 那 美国休斯当时就把 希望把这个奖 这个精神能够延伸 然后就把他的奖金 已经捐了 给其 Frame 希望人 ……未来 来继续 Propぶ 那 本来是要 set at the building 那 since the building 看来 还需要很长时间 对 所以最近我们就想说 有没有有更好的 更乖 那 他 于是要 發起这个学术 glasses 那跟其他的獎項不太一樣的地方 這個獎項的精神是希望是來尋找一位Role Model 每一學期尋找一位台灣的Role Model 作為學生從事基礎科學研究的一個榜樣 所以不需要當心的升級 我們主動名學 由劉宣委員會的委員 然後也詢詢聖科醫院的行政主管們 來推出成立了一個Nominate 譬如說有一個Pool 這個Pool 進入Pool以後 它就會State in the Pool 3D 的左右 為什麼不是永久呢? 因為還有一個很重要的Factor 希望找到的這個講座呢 它最近有科學上面的一個重要的工作 新的工作 希望它是新的工作 又是國際體驗的 然後又要是基礎研究 然後又有免疫情 然後又有免疫情 雖然沒有年齡的限制 沒有過程的限制 但是我們希望它對聖科醫院的師生的這些 讓這些英盼能夠長處一點 所以符合以上這些條件的 其實是很難的 非常非常非常難的 但是這一今年很快的 我們就達到的共識 主動邀請了林宋南醫師教授 來擔任這個講座 那我在這邊也順便介紹一下 他的這個委員會的成員 除了他林宇的方式不一樣的意外 我們的也特別是說 找最年輕最傑出的這個精華的老師 基本上是一個得過這個安醫師堂 或者個人部 或者最近我們邀請的是這個 大陸的年輕的老師來寫中 那一旦他們身為政教授以後 他們就離開這個社會 所以讓他一直保持年輕 然後希望用這樣的方式 永遠都能夠邀請到 當時科學上正在第一線 背景上工作 又台灣最頂尖最優秀的人才 來作為我們學生的一個榜樣 所以基於以上這一些process 我們整個的方案討論了一段時間 一段時間 得到這個冤屍大力氣象 他很感動的狀況之下 把他所有總統獎都捐出來做這個事情 所以他非常非常高興 他有這樣的機會 能夠幫助大家一起 我剛才在跟這個民眾人開玩笑 這個人家通常拿獎 是得到好處的 我們這可能是請他來付出 來付出 一起來栽培台灣最優秀的年輕人 那我把這樣子的講座先介紹到這兒 那我們待會可能會由院長代表昆韻 來辦這個掌聲 謝謝你 謝謝蔣院士的支持 接下來是頒發獎牌的時間 我們恭喜我們升科院的大家長 高瑞華院長 高瑞和院長 高瑞和院長 上台 還有我們一起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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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開始第一個活動 就是要請林老師就可以開始分享他的技術的研究 那首先一開始我先來簡單的介紹一下林老師有什麼厲害 他目前的林老師身兼素質很長 他在台大醫工系臨床醫學研究所當科病教授 他也是台大醫院皮膚科的主治醫師 他也是我們清華大學的和平教授 那在2014年他開始擔任台灣生技醫藥發展基金會生物科技講座 這是台灣一個非常重要的科技講座 然後他提供十年非常長期的資金的支持的一個計畫 而且金額非常大幾千萬這樣子 那林老師其實從小他就是typical的學霸 他在高中就讀建國中學 然後之後就到台大醫學系念書 那1998年畢業以後 就在台大醫學研究皮膚科做這個註願醫師的訓練 然後之後就升上主治醫師 那一年他32歲 可是他32歲突然有一個 突然碰到一個人生非常大的一個難題 他發覺我人生的所有的成就的checklist 全部都已經check 哇 對我也好想要這種困擾這樣 對 然後他就突然很害怕 我覺得他不知道人生的下一個KPI去追求什麼東西 那他就把這個人生的這個考學像是翻面一樣 把這個checklist翻面一下 然後整個換個跑道 然後就跑去台大醫公所念博士版 結果呢 兩年半到三年的時間他就畢業了 然後拿到博士學位 然後隔年就申請到醫公所的教職當助理教授 哇 那中間呢 還跑去美國南加大安中正理院士的實驗室做研究 那很快呢 以非常快速的他就變成升等程證教授 那兩年前變成特聘教授 這中間發表的論文總共140多篇 我滑他的CV要滑好好久才可以滑好玩 對而且不只是數量精人 他還很多發表在science PMS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這些頂級的其他 那也因此呢 得到非常多的獎項 譬如說 中演員的年輕學者的著作獎 吳達友的 吳達友先生的紀念獎 跟科技部接觸研究獎 還有友商基金會的 接觸教授獎等等 那林老師的這個研究呢 主動在毛囊幹細胞 還有毛囊的戰勝 還有奇葩的這些組織 譬如說角膜的這些戰勝 他是在皮膚臨床的基礎研究 非常非常好的結合這樣的研究 那今天呢我們很難得的機會 可以邀請到您老師來分享 他最近發表在PMS 或是在cell上面的這些 最新的這個解除的研究 希望大家把握機會 好好跟林老師學習 然後有任何的問題 也寫在你的這個折頁上面 我們會待會發 發向林老師 好了 然後之後會錄影下來 你們可以再上網網去 網網去看你們林老師的回答 好嗎 那我們事不宜從 歡迎林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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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青馬大學 那我看四個月的很多老師 也是 我也認識啊 中學 一起 還有江朱立安 那 那 我本來這個 lecture 是要講英文啦 那 我抱歉 因為我跟 綠謙講的時候 讓我講中 因為今天我 我 剛剛那個 教練師跟我說 我們要做研究 如果醫生要來做基礎研究 有兩個 兩個問題要解決 第一個就是說 呃 拋棄名利 其實你可能沒有 力度到沒有 好 那第二個是要有家人的知識 那 我跟他說 第二個比較困難 那 我今天請我媽媽 然後我 岳父岳母 還有我太太過來 那我想說 嗯 謝謝他們 真的有個知識 那 呃 特別謝謝我媽媽 四十幾年前 決定把我生下來 那我有機會來看看這個世界 那 四十幾年來 那 我想做的事 我媽媽並沒有說 欸 特別要叫我做什麼的 就說 你去做 那我大概 兩千年 結婚之後 就 我太太 岳父岳母 那在 也是在生媽醫生 我們支持 所以我想 今天 跟大家這個演講 那也有 一部分也是 跟她做這個 跟我媽媽講這個 四十幾年來的成果報告 那我今天要講的是這個 毛囊幹細胞主義外界的溝通 毛囊幹細胞主義外界的溝通 那 那 我們 這個是五個實驗室 大概這 十列代左右 想要有興趣的一個 其中方向之一 你可以看這個 我們在演化過程中 人類的頭髮 是唯一在哺乳類裡面頭髮 毛可以一直長 你可以想 有沒有第二種動物 毛可以一直長 因為我們的毛是蛋白質做的 所以在演化過程中 你一直長會有蛋白質 會不利生存 所以這個演化上 應該是有一個很特別的基礎 讓這個 這個冰濃台可以留下來 人的頭髮應該大概長 一個月 再長1.5公分 你看這個是 這個小姐 創下實驗紀錄 我們如果想要創下實驗紀錄 最簡單的就跟她一樣 不要剪頭髮 我會抓到她是因為 她是我出生那一人 就沒有剪頭髮 然後到了 我博士班快畢業的時候 她創下實驗紀錄 你出現10塊錢的時候 創下實驗紀錄 5.627公司 後來好像又有名拿更長 然後 但是沒有真的去申請實驗紀錄 所以你如果不要建議的頭髮 會有大概 就有機會得到世界紀錄 那這個 這個紀錄我算過 她大概沒有造假 大概算起來 大概差不多是 才會這麼長 所以在我們 因為有這個 有話說 留下這個 這個我們可以 頭髮不斷長長這件事之後 那當然當我們頭髮變成說 我們跟其他動物不一樣 所有動物的矛盾固定長度之後 它的功能會最好 就像 像鳥在飛 它們飛有固定長度 而且是長到休止期很長 固定長度它兩邊對稱才能飛 如果你無限的羽毛一直長的話 它飛不起來就會死掉 那你應該這樣一直長的時候 在我們 頭髮變成我們一個 不只一個 生理上的公益 它變成一個 社交的公益 有一個人會撿頭髮 還有 撿頭髮 或是躺頭髮 甚至在病人 你看這個是一個 病人的一個 一個腦瘤 然後會做 做電流 紫色圈子 掉過頭髮 那你掉的話 你給想法 應該會找多人 在我們人看了一年 他沒有完全找多人 就這個留下來 那人存活下來 但是這個 頭髮掉了 就變成說 他會一輩子跟著他 他會一直覺得 他 大家如果沒有掉過這種 奇怪的 掉好了 是情形 會覺得好像還好 不過對他來講就是說 好像女生 你上衣沒有穿的感覺 他露出了 不想讓人家看到 所以我門診是看 掉髮 那大家不要掉髮 還好 可是我們看到的是 很奇怪很奇怪的掉髮 所以 很多人都 很多 特別是女性女性 有的來是 會在那邊一直看 因為 奇怪的掉髮 變成一個 會 甚至會牽涉到說 他 這個世界上 他需要 心不需要再 能不能再繼續存活下來的 一個價值 的感覺 甚至會想要自殺 那 我們就是研究 毛是這樣的 那 毛毛是 是這個 他有休止期 增長 停退縮期 在我們 在我們人裡面 在我們身體器官裡面 很少有器官 可以像這樣 長大 變小 長大 變小 周期性成長 之前有一個 一個學生說 會變胖 變瘦 但是這不是周期性成長 大部分胖起來 就收不下 這個 這很困難 所以這個就是休止期 生長期 退縮期 那我們時間是 有 想做 關於這個 我們就問四個問題 第一個 休止期 他怎麼進生長期 就是說 你在 你在睡覺的時候 你把他叫醒 把他起來 那第二個 在白天的時候 他在生長 馬上一直長 那毛是一長 身在我們頭髮其實很重要 你受傷之後 頭髮療療療之後 他的身體會被打斷 所以第二個事情就是說 怎麼讓他收到的時候 這個生長期 不要被打斷 可以繼續 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是 他在退縮的時候 他退下來 他會留下一些乾性的 他不會完全退縮掉 那他怎麼能夠 這麼清純的控制說 欸 我退到這裡之後 就不要再退上去 會那麼準 就是說 每次回來 退的不會太多 你如果這個 整個退上去 就沒有了 就會長得輕 就跟海豚 海豚 出生的時候是有馬 然後他第一輪完之後 身上的馬 就會消失 只剩腹子會留下來 就是因為他 這個推過來之後 就有了 那就是我們在說 第三件事 他退縮 他怎麼退起來 然後會產生新的感性高 新的感性高 那第四件事就是 受傷時候 怎麼避免這整個器官消失 或是 你如果器官消失之後 怎麼再長出一個性的 0-1 0-1 那 0-1大概是很困難 就是說 像你手指頭斷掉 怎麼長一個性的 我想大概會覺得很困難 我們醫生做法就是把大腳趾砍掉 一個 減低1加1 最後 沒有多 他就變成不能跑 所以我們大概做這個事件事 那我今天跟大家講的是 第一步就是從 空檔打到力檔 什麼 從休止 進到生長 他從休止期的結構是比較小的 他進生長期之後 結果 那他的細胞會在這裡一直分裂 那我們毛狼裡面 很少看到毛狼長腫瘤 這個很奇怪 術後 身上的毛 估計大概一天 細胞這裡會分裂兩次 人的頭髮分裂一次 那剛剛他們的小姐 他有三十一米沒有剪頭髮 大概一萬一萬天 一萬天分裂了 我們一般看細胞瘤 二十一代就覺得 了不起 五蛋超強 一百蛋 應該要矮化 他可以長 可以分裂一萬次 不會長 不會長 所以這個一定是 有一個很特殊的秘密 在這裡說 我可以分裂一萬次 大家也不用太驚訝 你們現在開始做也可以 那在休止期的頭髮是這樣 這是你的表皮 還有一個髮幹 我在休止期的頭髮 最下陰段 會是白色 沒有臉色 那他們 這是皮脂腺 就是分裂 油脂 讓頭髮油油的 那在動物裡面 他的毛需要是油油的 是因為 你像若企鵝 他的羽毛需要油油 他潛到水裡面 才不會死掉 這個是這個 那在皮脂腺下面 就是我們的幹細胞 那大概 現在知道 大概有兩群幹細胞 一個是 徒步幹細胞 Bosch Same Cell 跟這個 Hair Gym Same Cell 有兩群的幹細胞 那下面這一群是比較活化的 他 他會活化比較快 那這個會活化比較慢 那你可以看這個就是說 我們身體在長的時候 你體重可以增加一倍 大概一少 他就從這裡開始長 這個幹細胞可以長 大概超過五十倍的長度 那你體積就不值了 因為體重五十公斤 五十倍 當然是 沒有辦法 他是可以長 長這樣超過五十倍 那我們就是 想要了解說 這個怎麼活化 長到這樣 這樣過來 而且每次都會長得差不多 你看你的眉 大概都會 都會固定 固定 那一般來講 我們做研究 我們都在研究幹細胞 就是幹細胞是這樣 大部分他是一個很天真 就是 他自己不會做決定 那誰幫他做決定 或是他所求的環境幫他做決定 所以我們 我們一般科學家都說 他是住在一個為環境 叫Niche 其實這個是科學家來騙人的 這讓你覺得好像很大 有一個Niche 其實就是他住在哪一個人 他家在哪裡 他家會說 你會受到教育 像你小朋友在教育長大 那你這個環境還不好 對他影響很大 所以他其實是受到 很嚴重的環境影響 那大部分的人 都是在想說 在一個為環境裡面 你細胞在這裡 那可能幾十微米以內 可以影響你的 這種為環境裡面 那時候我們在研究 就是在想說 如果大家都擠蛋 就在一個小空間裡面 那我們也就要做什麼 大家都做完了 我們怎麼做 就想說 人這個 撫養天地之間 我們這個幹細胞 也要幫助你在這世界上存 所以 他雖然就在一個 很封閉的小小環境裡 然後受到旁邊 幾十micron的距離裡面的 訊號的影響 那他有沒有辦法 幫助我們來適應 外界環境的改變 所以就是說 他可不可以去偵測 環境的改變 來幫助你 來存活 那你如果看 看野生動物就這樣 這野環 狂犬肺 你看喔 他是很可愛 他整個皮膚都是被擋蓋住 不過你可以仔細看他 到秋天的時候 每年秋天長老 秋天長老 他知道說 秋天要長老 這件事情 我們通常會覺得 天生很新鮮 本來秋天就應該長老 因為天氣冷了 所以我們就 問題 那你來看鳥類 鳥類這個是 這個是雷鳥 雷鳥是這樣 是夏天的羽毛 冬天的羽毛 他到夏天他會換成彩色的羽毛 但冬天他會換成白色羽毛 他不是這個非漂白 他是換一輪新的 還有 比較北邊的雪兔也是一樣 所以這有兩件事 第一個 他知道什麼時候 該換一輪新的羽毛 第二個 他知道要換什麼顏色的羽毛 那要配合得非常精準 而且他在換羽毛的時候 很像飛魚在換的時候 他是精準到 他可是有那個有利區號 他說兩邊會對稱的換 不對稱的換 會怎麼樣 會摔倒 飛不起來 他是精準到說 我可以左右兩車對稱的換 哪一根哪一根這樣 所以可以保持他在眼外可以順 他可以控制到那個精準 我們在換頭髮 搞到不知道怎麼換 就沒有那麼清楚 那如果人到底有沒有 我看了一個文章 大概是1926年左右 我要算一算是我阿公那個時代 他們就有發現說 毛可以感知外界 你看喔 這個是2013跟2015主要的結論 然後是這個 你們以後如果有人有機會 有沒有腳斷掉過呢 有沒有打石膏 後面那個同學 你有沒有打石膏 哪一腳 右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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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拆石膏的時候 那邊毛那邊比較多 觀察力不夠詳細 還有誰喔 斷腳多 打石膏 還下面 還下面 我兒子腳斷掉 去年12月 然後他就包起來 包了大概 穿了一個大分錢 取代石膏 包了六點 拆下來我就看 這個會不會騙人 我一直拆下來的時候 毛真的比較多 所以經驗上是對的 我跟我們說 你跟大家都一樣 你的毛毛幹細胞 可以感受到 外面 有浮石膏 可是如果你毛毛幹細胞 是在屁股下面 他怎麼知道說 欸 外面有一個石膏 是不是 就是這麼厲害 就是完全打電話機 就可以拿出來 那這個是我們一個 一個 台大的教授 他還給我看 他說 欸 看一下我是長台症 我說不是 他說 他是一樣 每天都要抓 我說不要抓就會好 他說你幫我看 你看 他這個每天抓抓抓 這個都有皮液的分離 這個叫做 排血化 排血是在地上 like communication 他就是 皮會透起來 很像扁平的排血 那他抓抓抓 毛就會長出來 你如果不信的話 你可以抓抓看 所以你的毛毛幹細胞 可以知道你有沒有要抓你的皮 那你要想為什麼抓了毛要長出來 這個大概是我們演化上的遺跡 人是體表的毛是少的 可是在所有動物裡面 人跟一種動物 你會吃的豬 毛是少的 可以看得到皮膚 但是大部分動物 第一個防線 並不是皮膚 是牠的 所以當你皮膚被抓到的時候 就是你第一個防線已經不見了 所以第二個防線 所以第二個防線受傷你要怎麼樣 把第一個防線找回來 所以需要長床來保護你 這也是我想很久才想到的道理 人家會問 所以結論說 你的毛毛幹細胞 就是可以趕吃外絡的變化 哺乳類 鳥類都可以 人也可以 這可能是一個 眼花上流下來的一個隱形 我們過去在做研究室 在做這個維化劑 你用造血幹細胞 然後有神經幹細胞 或是說 用你肌肉幹細胞 我都在做這件事 就是說 我希望知道這個幹細胞坐在這裡 讓它受到旁邊誰的調控 就是這樣 你看這個非常複雜 它的鄰居一二十種 光免疫細胞 調節性T細胞 T-REP Gamma-data-D 還有Meth-cell 還有巨石細胞 Microfish 都會調控它 甚至有些 Keymose-cell Demos-cease Demos-papil 這個也會調控它 甚至它下面的脂肪細胞 也會調控它 那脂肪細胞 它肥大了的時候 慢慢在中氣的時候 會放出那個 BMP-moprogenetic protein BMP BMP-mop BMP就會讓毛毛幹細胞 來休息 脂肪的結局性胞 它會分泌另一種 PG-cell 它會讓它活化 所以我們這個 毛毛幹細胞 就一直處在一個 有正向型號 要它醒過來 另一個是負向型號 要讓它睡著 這樣就能睡著 它就在兩個 Valance Rid-up 兩個 它會做一個結局 你要不要醒過來 這樣 那這個尾盒劑 你可以反而都很近 甚至血管和神經都在這裡 那問題來了 這些東西 都沒有跟外面溝通 那毛毛毛幹細胞 住在你皮膚下面 它怎麼知道外面世界 開始變化 這就是我的問題 所以我們在想的是這樣 大家都在做這個微環境 那我們做這個體外的巨環境 我們體內的幹細胞 怎麼跟外界共同 你這個Local的Binish 很小的微環境 怎麼跟世界這個天地 來做一個連結 來幫助你的毛毛幹細胞 或是體內幹細胞 可以幫你做出一個再生的反應 所以我們就把幹細胞的局部的環境 把它分成 我們覺得應該分成三個相機 來 來 來 第一個 這個就是要我們登月 這個太空船 太空船 有時候一艘船會飛 飛到外面 我們就是太空船 可是你可以加不同的模組 所以 演化中有可能 不同的模組一直加進來 你這個太空船 就工具會變得多 你如果加了一個登月的模組 你變成太空船 但是它可以登月 那你加了一個 可以無線電的模組 就可以 除了時可以打電話 Houston, Houston We have a problem 大概五遍 所以有一個訊息釋放 比如說局部 他旁邊的人給他一個訊號 那這個訊號可以是正向或副向 或是經過cell cell contact 細胞細胞接觸 拉他一把 第二個 我們覺得應該有一個感覺的模組 就是幫忙來感知世界的變化 旁邊的變化 例如說 有沒有受傷發炎 或是機械的硬幣 或是赫耳 或是你甚至營養的狀態 營養不好的時候頭髮長不好 那到底是誰幫忙感知你的營養狀態 來調控你的幹細胞 可以進入比較羞恥的狀態 那這個感覺模組可以自己發出訊號 或是透過這個signaling module過來 這樣繞過來 那第三個我們覺得可能有神經存在 他可以打電話進來 從很遠的地方 這個電話打進來 回到現金來 來通知這個幹細胞做事發音 那可能直接給訊號或是可以間接透過這個IP訊號 這大概是我們proposed model 就是這個模型說 那這些模組是在螢幕中 可能是一個一個加進來 或是無意間加進來 讓可能這個功能性可以必須提高 但你把這個感覺 這些模組都拿掉了 盲朗還是盲朗 沒有這些模組 你一個太空船 沒有登頁的模組 他還是太空船 只是少了一個觀念 那問 問題說 這可不可以解釋我們提毛的多寡 來 我跟大家講一個 我們有一個病 雄性兔 就是最常見的理想性兔 外國人上一次而已 雄性兔 雄性兔是男生才有 所以叫雄性兔 如果女生就對不起你 不會有我的病 因為你不是女生 雄性兔的人 他並不是幹細胞的小子 也不是幹細胞去sense你的 雄性兔比較多 雄性兔的人並沒有比較強 雄性兔比較多 那他是靠他旁邊的細胞 不是幹細胞去sense這個惡物 是他旁邊的整體股的細胞去sense這個惡物 雄性兔的人 他的高細胞下面的 人安增併乳細胞 多一個供應 他去借用我們 攝附腺的供應 攝附腺會代謝雄性兔 代謝什麼 白胎兔 二精靠不同 二精靠不同 才會回來 調控這個麻辣走 所以變成說 他 Evolution 的時候 不知道什麼 廢廢開始就 這個 就是說 他的真面目的細胞 可能Mb-1-3有改變 他會去hydrink 或是follower 借用這個 社會性的功能 結果造成 這個感覺的模組出問題 然後 他把大西化之後 會 suppress 這個幹細胞 怎樣長得出來 用這樣可以來解釋一下 但是你的幹細胞本身 並沒有對雄心特殊特別的受疑或反應 所以演化中這個出問題 他去腎子後 讓你往後再掌握 就可以來解釋這個 雄心特殊現在發現並不是雄心 他們幹細胞減少 而是他旁邊的細胞出問題 然後之後剩一個耐死去給他 叫他不要緊 那問題是包含幹細胞如何外體的溝通 你剛看到說我吹下秋冬他們這樣動 那現在問題來了 我們當研究室的時候怎麼做這個問題 我們做研究方向有一個好的模型 反正這個模型就很難 就是說我要怎麼做 我要怎麼做 我們這一排最後一位同學 聽到就你 這一排最後一位 你覺得如果是你想要怎麼做這個研究 就說 就說 黃黃黃幹細胞 如何跟外界溝通 我們知道他會溝通 我們都可以 好 有沒有人有答案 或是覺得想要怎麼做 到我問問題之後 這個Positive Signal太強 沒有人睡覺 我們那時候就在講 第一個 我先生就說 簡單啊 老師來來 抓一隻石板 你每天幫他掃抓 他說那不行啊 每天到麻醉有三秒時間 他要抓多久 他說抓多大力 怎麼控制啊 你要錄模型才可以做 當然你可以每次就一直抓 換成這樣 你看電影 通常看電影 你看電影 大家看完就結束了 有沒有看過這個 美國隊長 看過他嗎 他開始 是長這樣嗎 不是 他開始是長這樣 超訊的 可以練過 可是他從頭到頭都沒練過 他說什麼 他把他放在Capture裡 一個機器裡 把他關起來 通通 然後 給他造個牆包 照的時候 他們不是這個 City都停電了 超強的 幾兩公分內 抱歉 通常你看這個 這個時候你會笑一笑 你不會再 你覺得 啊 怎麼可能 我不會是這樣子 後來有一點 誒 這個說明是真的 很多科學的進步 都是電影裡面的想 因為他想不會受限制 他就真的去做 像以前那個 Star Wars裡面 以前有一個Holograph 就是你可以全向的 造像 你跟人家在不同星期之間開會的時候 他是立體的 你可以知道 後面看他 後面 這個 有沒有穿露背裝 那我們現在跟人家開會 就做看證明 後面沒有穿露 不知道 那後來 過這幾年 大家也做出來 Holograph 可是他沒有像 薩洛 做得很好 他那個這個 Pris Bia 跟你講話的時候 就可以 用Holograph 全向跟你講話 結果我們就 這個研究生來 翻賣銀博士 他就說 好 幫我做一支台灣鱗鱗鱗 我把他身體包起來 跟那個 照他一起 因為 為什麼 因為那個 那個 鼠 在 那個 又歡 他看天氣變化的時候 其實他雖然在患毛 可是他不是全部喜歡 然後有些毛會有起來 所以他身體 一定都是被毛蓋住的 所以 我們在想 我一看得到的 就是 眼睛 眼睛被抖出來 所以就做了這個研究 後來沒有人這麼瘋的 後來做一個Lightbox 這個當時做 後來 那時候 一定還蠻貴的 大概 花了大概20萬左右 那時候 你買那個泡比較高 現在便宜 那可能兩張就可以做 後來給他照 放在這個box裡面 給他照藍光 然後看個8分鐘 一天8分鐘 看時間 這樣 就跟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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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績的事情發生了 我 那個鼠 鼠出生之後 大概第7週到第13週 背部的毛 會全部都不會長 進入休止期 所以你馬停掉的時候 會有六七週的時間 乾細胞完全 都不會長 可能 你如果有些人把頭髮 剃掉都不會長 用的箱一定要到達 但屬就是這樣 所以像這個 你說你不給他照 它就是 停留在這 修子期 你給他照藍光 是這樣 抖抖抖抖 然後就長出來了 那我們再分析一下 通常我們說實驗結果很漂亮 它是一個什麼 造假 你看它從第五天就開始長 造了實質 實質都長在來了 就是19% 這個現象很obased 你到它它就長出來了 重點就是0跟1之間的重點比較好做 0到0.1就很不錯 它就這樣長 外長其他人在做也是一樣 所以還不錯 所以就表示說我們剛剛做的那件事情 它真的會長 然後你看到大概第五天這個 貓朗蓋蓋蓋蓋就開始變大了 所以這個貓朗蓋蓋蓋就開始洗澡分泌 都不夠長現了 所以你給它照眼睛 遮起來貓朗蓋蓋蓋還是可以感激的 所以可以透過你這個銀行之刷來看這個世界 所以結論就是說 誒 我們看看啊 誒 這個它真的可以看到 那 記得喔 那個鼠跟五人不一樣 我們看人家鼠輩要小心 鼠輩是夜行行動 所以它看到光的可能跟五不一樣 它是會併光的 所以光線對它是一種Danger 這個鼠喔 如果沒有辦法就把它放在光裡面 它會一直很凶 很緊張 所以你給它照光 其實對它們來講 是一個Dangered response 鼠什麼時候 野外鼠什麼時候 會一直看白色的光 兩個天使 第一個 大水來要泡跑的時候 你白天還是得逃 第二個是 老雲來要吃它的時候 白天還是得逃 Dangered response 那第二 我們一看到這個現象 就很直接 就是找受體 是誰看到它 當然是眼睛 會不會是眼睛旁邊平衡 有可能 所以我們第二個問題 就是問說 欸 那光照引起毛在生的受體 是哪裡 是誰看到它 我們知道我們的 視網膜上面有改光細胞 有一種是追狀細胞 幫你看彩色 感狀細胞 幫你看彩色 這兩個 如果沒有追狀細胞 沒有感狀細胞空氣 你就不要再看你 遠離這個視 這個看得到的事情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 一個 弄一隻鼠這樣 把追狀細胞 跟感狀細胞的功能 都消失了 所以你這是 這是鼠有點緊 但是沒有辦法看到這個視體 所以 理論上這樣 你照了之後 它看不到藍色的光 應該就不會長好 對不對 神奇的事情太多 它看不到 照了眼睛還是長 所以覺得 這麼厲害 到最後 十隻有九隻會長 所以它 它還是看不到 視而不見 但是它還是可以 最多問題來 這個就會做不下去 它明明看不到 它怎麼會 還可能 所以我就 停在這問題上 這時候 科幻的事情 我們看 我們做了不懂 所以就去演講 講給大家聽 有一天去 台大師科院演講 遇到奇事國教授 他就跟我說 我們做實驗很少有 你猜了一兩萬個的事情 然後一次就要成功 我跟你講 我去這樣演講 然後演講完 城市國也沒去 就是 吳英群教授 他說 那個 我們有一個做 第三種肯方細胞的 城市國教授 他在做那個 我們重業節奏 我們去找他 就是 蹦蹦去找他 然後城市國教授 看一看說 來來 我一次拿到手給你 他說你來試這個細胞 我去找他之前 還不知道有 世界上這種細胞 因為這個是 1997年之後才發現 我大學學生理的時候 沒有上過這種細胞 1993、94的時候 上生理學 沒有學過東西 所以我們不知道 他說 這個是我們的 是往我們分十層 以前我們一個時候 背這個十層 我現在不太會背 不過你現在知道 所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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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經過一個 複雜的原因 他就會幫你運算 所以我們世界 我們眼睛看到的東西 其實可以 因為這種運算提高 所以要算完之後 他這裡有一個 神經細胞 是把 一個訊號之後 要傳到馬子去 就是從眼睛 經過四神經 往後面傳 傳到馬子去 然後到視覺去之後 你就可以看得到 形狀、顏色 這種細胞 他發現說 他有百分之一到三個細胞 會怪怪 會表現第三種 光血受體 叫 Belanopsin 他的基因是 Opn4這個基因 這個基因 這個東西 他特別看 像我們 我們 我們不同的 受體的色素 會看不同的 這個喜歡看南瓜 那我們那時候 我們其實還做了實驗 把那個鼠造 紅光 曳光 藍光 發現藍光效果最好 我不是沒有做 藍光效果最好 所以我們講 欸 陳世果講坑 陳世果教授講坑 有一點點到 然後他就說 那 我 我 我再跟你講一下 這個還有什麼關 他說這個 這個細胞 然後 你看 這個是 陳世果 2001 那一群 他發現了 他的第二個功能 就是說 你去看到 搶光的時候 我們那個 通行會收縮 醫生在判定老師的時候 就是靠這個 希望你會用到 可以挑通那個 通行完畢 第二個 第二個是這樣 第二個是 就是 你從 清華大學 然後飛到 美國去開會 聊 時差 八小時 怎麼辦 你怎麼能夠 你怎麼會 會調他 調他 方便調時差 對 有24小時 那沒有這個細胞的時候 你就 沒辦法調 調 盲人喔 有人是他感光 如果他離空 只有死掉 這種細胞 所以他盲人 可能有人還是有24小時的絕衣 他沒有看到 可是他可以知道 世界 有這種方便 所以 你可以做菜 我就跟指揮師 我說 欸 他就說 你弄一看 菜式是這種細胞 我有其他 基因有兩三萬種 挑一個 你拿到一個要多久 如果是自己做 大概要搬你到一年 敲三萬個 那我同胞 他好像可以找18公子 180歲 90歲到100歲 他好像變成仙 我跟你講 我就把他鼠拿回來 就是在那道的時候 怎麼照 都不會進 然後你看喔 這次是板子一板 這搞什麼 零 照不起來 他說 他給我拿到鼠之後 就那台太清楚 怎麼照 照不動 這個就是 你會想 怎麼又是100% 也真的是100% 就是完全一 做研究最少的 就是 你本來猜的研究 有的可以拿到鼠 你會做完的時候 欸 叮咚 答案正確 所以要 不會的時候 要多去跟人家研究 然後給你建議 所以我們就生命中 在這裡就找個出口 不過對研究生來講 這個也是一個 另一個 惡夢的開始 他很高興 之後 那個 泛同學就說 老師 到底怎麼辦 我說 你這樣就要發表嗎 這個 你發表 發現這種 細胞的第三個功能 跟大名 那 你要跑哪裡 我說 你前面發現的 都是這種 都是這一個資料圈 那你 現在是要往那步走 我學生就說 他不然 我繼續做 那我們就在想知道說 他到了這個細胞之後 新的功能 會不會跟以前都不一樣 用別的方式 以前是這樣 IBR就是細胞 它出來會到 大概兩個主要不同腦去 一個是到上式交叉 是Protius 那邊邊 就是 是交叉的 上面有一個 然後去有一個很多細胞 它是我們 身體裡面的 24小時 節力的始終放在那裡 所以 它是透過這裡 去調理中心的日月的 日月的這個節奏 你去LNM幫你 你set這個時間 調快8小時 那第二個是 它另外的地方 可以幫你調控 沒有同螺方式 大概就這兩件事情 我們就想 有沒有可能 根本就不經過 經過神經回來 所以變成說 他是有一個功能 我看到他 他就放出一個訊號到全身去 我們做一個實驗 就把他 給Nervcrush 做神經的人 都知道Nervcrush 就是 Crush就是把他壓碎 我們那時候不太知道 我說 你怎麼這些人 會用Nervcrush 看到是剪掉就好了 剪一定百之一百 Crush 你看多百之一百 我才不相信 所以我先生就說 老師 真的要Crush 不能用剪的 我說怎麼可能 剪的一定不容易 然後剪的都死了 我後來才說 啊 大學 念 結合學 那天天這個人過來的時候 他是跟著 他那個 眼睛的動脈一行過來 所以你剪掉時間的時候 動脈一行剪斷 不知道怎麼進去就死掉 所以要Nervcrush 那我們就Nervcrush 所以Crush之後發現 欸 也是百分之一百 你Crush之後 沒有一隻會長 所以前陣的時間都是百分之一百 乖乖 那 就是這樣 Nervcrush之後 那 我們後來也在做 一個Nerval Grate 就是去Mark 說這個 你把Crush之後 曾經需要 你再往內衝 他就是傳不回去 所以你把那個四神經結斷 弄掉之後 他送不回去 就不會這樣 所以這個IPR其實 還是要把這個訊號 送到聯合資訊 才會 才會開始漲 那另外 我們在猜想 可能應該不是走到 不是走這條路 可能是走到ACN這條路 不然我們就做一 陳思果老師 就提供一隻鼠 就把這個地方的神經點爬掉 只留到ACN 結果 流到那個 上市交叉盒 照下去 還是會長大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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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問題就來了 就是說 你就 留到 上市 ACN這條路線 就可以長 那這個跟以前的想法不一樣 以前想說 ACN就是只能調整你了 24小時的結歷 那你現在就讓他整條 24小時的結歷 為什麼你長毛會提早 有一個可能就是說 你把他的時間給往前撥亂 所以你應該去看這個書 24小時的結歷 是時候你照的時候就來不掉 結果我們去做之後發現 照他24小時沒變 他說他這條路 可能還有第二個公路 不是調時長 而是還有一個我不知道的公路 不知道怎麼樣他的印象還可以長出來 所以這個路徑在這裡 他多了一個公路 是不只調24小時的結歷 還可以調整你乾細胞的公路 只是我們還不知道他怎麼做這件事情 所以結論就是說 你這個看到第三種感方細胞 需要到上市交叉生肌這裡就可以了 但是他不是透過昼夜中期的改變 那這個又卡住了 你又發現一個新公路 比如說他這個neural circuit 還可以做本來不知道的這件事情 沒有玻璃的時鐘 可是可以長毛 那這個交叉生肌是你爐底的 那數的皮膚跟爐 隔這麼遠 你怎麼讓那個 他可以來命令你的那麼多乾性胞 而且千千萬萬萬的乾性胞 他怎麼發好這個事情 變成我們就想知道這怎麼出來 最簡單的就是打那個無線電話 會不會經過賀魂 因為我們知道上次教他 他可以影響到賀魂的分裂 他很調適的解釋 所以我在想說會不會經過賀魂的分裂 但是我們想到這個研究就很害怕了 因為不像我們抽選啊 控制比較遠 他就讓他仔細想 第二個是賀魂的關於多種 你要猜哪一個 再來是你照的時候 你要幾個小時之力去抽 那我想像完 我如果要做失踪賀魂 然後每一小時殺掉了止水 然後我收拾四小時就好 剛才開始就這樣 然後又三床一床 想到就害怕了 當你做不出來實練的時候 另一種方法就是否定他 就是說你先證明他不是 然後就放心了 我不用證明他事 否證比較簡單 證明他事比較可能 那我們就在想 這件事情怎麼解決 如果我們怎麼建議那麼久 有一天我早上一直在想這個問題 我們常常在想一個東西是有邏輯 就是A到B B到C C到B 這種邏輯 這時候要很清醒 但是你是靠不太有邏輯的 小學院去跳的時候 通常在你半身半訓之間 會想出來 就有一天早上就想說有一天早上 我覺得早上五點多人都會醒 我小時候也想很久 忽然得到一個癌症 我想說怎麼做 想到一個很classical的實驗 就是那個叫做病神 把液體血液都解決 這個是以前很classical的實驗就是說 有一隻Nintention的鼠 有一隻鼠它就超胖 奇怪的 那他們就想知道這個是不是荷爾骨 到底不知道怎麼做 有可能第一個是 它分泌一種荷爾骨讓自己變胖 另外分泌一種荷爾骨讓它自己變瘦 但是它這個荷爾骨沒辦法分泌 Losser function 所以它就胖 主動分泌或是變成沒有犯 讓它慢慢分泌瘦去 那它怎麼做 就是把那隻Nintention的鼠 基金圖片鼠跟另一隻沒有基金圖片鼠 把皮膚上畫一顆到它 兩邊屏幕圍起來 那它是同一種微互相排斥 所以那後來你就會互相流來流去 就答案揭曉 胖女那一隻變瘦了 所以表示瘦了就是有東西去 血液沒流過去 讓它是胖女就變瘦了 所以胖女那一隻應該是Losser function 胖女消失 瘦輸 就這樣找到 那現在也有到老的鼠跟年輕的鼠換鼠 所以可以讓腦子變聰明一點 那我不知道腦子聰明一點是不是好 有時候是不太需要的 那這樣就是這樣 最後的事情就是這樣 我就很高興跟我學生說 我們可以做一個很classic的實驗 我們就開始去做 我們就開始去做 就它做了基礎回來合作 然後那種書上樓片 這個縫過去 縫了十足 十足 九足都死掉了 所以你看那個佛羅合作都沒什麼 你要實際操作才知道哪有多可能 後來他就克服了一些困難 我也不會走這樣 他跟其他群人也會走 他浮起來之後 我們現在在想這也是 如果是經過荷爾蒙 你照A這支 分泌荷爾蒙 流到B這支 所以你會買一送一 照A這支 B這支也會漲 荷爾蒙 那如果你照A這支 只有A漲 B不漲 就不是荷爾蒙 或是荷爾蒙不是那麼早 那如果連起來之後 你照A都不漲怎麼辦 我會想得到 我會想得到 就是點起來之後 會互相排斥還是怎麼樣 我會跟我學生 如果王一光部長怎麼辦 還好 他做了之後 照這支只有A這支 沒有動物長 所以變成說 你照這支只有A這支 B這支不長 表示說 荷爾蒙也要跟他們做要 Security factors are important 做了之後 鬆了一口氣 不用再殺720支 我們就大概把他排除 可是現在問題來了 不是荷爾蒙 那還有什麼東西呢 對不對 就很難 你知道我們 都很難 然後不是荷爾 又那麼遠 當然可以想 就只剩下聖經 不然還有想到什麼 心情 靠神經 可以請朋友看 靠神經 冥想 靠神經 所以我在想這樣 他不是靠這個無線 打這個荷爾蒙的無線電話鏡 他為了打這個 釋放有線 要牽牽 威威威威 那要找神經的時候 就想說 我們要找神經 以前爆爆鍋 黃甘細胞附近有感覺的神經 可是我在想感覺神經是 Outside in 從外面進來的 如果你可以讓感覺神經 可以從裡面感知送出來 那你應該是會得 弄貝爾獎 Inside out 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應該不是感覺神經 我們有做一些實驗嗎 那另外一個感情就是 是我們的膠板神經 或是膠板神經 我們大概以前就知道說 是毛腩塔編入的膠板神經 所以我們就去量 膠板神經分泌 這個是照光的神經 照光的神經 照光的神經 提供的膠板神經分泌 正是這樣的性質 然後我們就增加18倍 我本來以為他量錯了 就想說一爆掉 還留一下再重新量 還是18倍 很快喔 然後這個反應可以超過一個小時 超過一個小時 就表示他叫你興奮 你看到半分都可以一個小時 你們什麼時候會有這樣的反應 這個其實在我們常用到 就是去看那個演唱會的時候 第一個要關燈 通常才會放大 第二個可以搶光 交板神經經 第二個是什麼時候 那個照事碗 會有募款產品的時候 跟灌起來 然後放來灌 然後用大聲 再加上聲音 讓你交板神經興奮 這樣神經興奮的時候 會做出錯誤的決定 就是捐錢 就是捐錢 所以這個是有 我們這個募款餐會是有這個 領化神經的基礎 可能要把這個案件 去領化神經的時候 就募不到錢 那這樣的話就是超級興奮 一個小時 看八天之後可以 所以你常常去看那個演唱會玩 都已經很出來還是很雜 可能是真的 那我們就回去看毛浪幹細胞旁邊 到底有多加滿身體 紅色C4S的秋色身加滿頂頭 這個毛浪幹細胞就在這裡 所以很接近 所以有可能 我們科學上的做法 就是你看到他就把它拿掉 減逼看這個效應會不會嚇死 那我們就發現說 我們可以打一個藥 把膠外籍給弄掉 打一個藥 心強強勢都要 大概七幾年就來抓 就買這個藥來打一些膠外籍 膠外籍不見之後 欸就不站了 就照顧 照顧不站 就照顧不動 還有還有一些原理長出 可能也許沒有去人看起來 所以膠外籍已經興奮了 你把它拿掉就不會長 可是按時的說 膠外籍已經可能在這裡是辦一個很重要的小功能角色了 那我們在想說膠外籍是不是靠固理性的症疾去拉它 有可能 第二不是靠它分泌 那分泌的 分泌的固理 就是Noir Benefit 它需要經過受體 我們看幾天文献大概知道說皮膚大概只有 第二 那個Beta類的受體 所以我們就用Beta被受體的一個抑制力 這是我們很古典的這個降血藥藥物 Beta-Tolker 那這個吃了會掉頭髮 我們不要吃了 這個以前就知道Beta-Tolker吃了會掉頭髮 那就馬上抑制去 然後就是開始擦這個藥 Beta-A照頭髮 它還真的就比較不會長 所以表示說 它可能是靠分泌 Noir Benefit 來刺激這個感性 可以讓我們感受到 腎盪腺素 正腎盪腺素 所以那Mate導致就是說 你看到光 然後到ACN 那以前就有人在講說 ACN這個上次教大家 會來影響你膠擺成績 那 那我沒跟大家講 是除了皮膚之外 不是只有皮膚的神經 皮膚的膠炎氣 他們心跳的腳 跳很快 第二個 然後流汗就變多 然後腎上的 腎上線的另一個 標本人就會變得比較嫌棄 那這些原因就是我們後來 其實台大耀尼 學科的潘明凱 老師跟 平常的老婆做的認識 我不知道這個 我給他一次 因為幫鼠陽起來也很困難 他們也厲害 還要量這個神經電位 勾起來 這個 這個 所以大概這樣讓我們見不見 他下面還有一些分子記者 以後有機會再跟大家說 我覺得我們大概沒有照這個 所以你可以想 我們本來 我是做神經科學的 然後最好我在做神經 其實我們出發點病不是在這個 我在想說我如果在10年中看到這個 我會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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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我會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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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訊息傳遞博主看的是膠環神經 再來之後我們有一個博士後 成長的博士來了 那時候來他是有這樣的題目 我在想什麼配他 做這個我想要做的題目 就是說 膠環神經的微環境 他怎麼蓋起來 一般來講我們在講說一個幹細胞的微環境裡面 內心裡面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但是他們結構就不容易做 怎麼蓋起來的位置 因為像你如果去幹造型幹細胞 在口水裡面 他們一個很好的結構可以讓你 重複回去看 所以就不容易去那個結構 但是然後他就很特別 他就 形狀的結構 所以可以讓我們 往這個下去走 第二個是說你的 微環境蓋好之後 他能不能繼續維持 在你出生之後 怎麼維持 這個也很難 所以我們就用這個細胞來做 因為他結構比較清楚 那這個結構跟我們雞皮疙瘩有關係 雞皮疙瘩是這樣的 可能會被問到一個問題是說 你在 綿化的時候 我們身體的體毛都 越來越少 因為我們來 樹毛動作 在動物毛 是一個 綿化上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動作 像鳥類 他要求我的時候 那個綿毛跳跳起來 不然 孔雀不會開屏 大概就 結子結束 所以他這個是一個 變成讓我們上皮的 氣管變成一個 Votor Hogan 所以這是一個 綿化上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那在動物裡面 你可以看到豪豬 包裡要來吃牠的時候 牠的刺就起來 吃不來 所以牠的刺激套牠的 那一般在哺乳動物身上 牠的毛翹起來之後 有兩個功能 一個是可以捲更多的空氣 比較不會胖 第二個是 你看到貓受到驚嚇的時候 牠會翹起來 所以身體比較大 牠會嚇人 可能會努力牠出來 其實在眼鎮功能 毛已經變短之後 你數毛功能 其實得不到什麼 就是入法中關 那現在問題來說 為什麼你後來的過程中 後來你 你還要保留這個數毛的功能 因為你要 發育的時候 你要長數毛 又要長神經 其實是很費力的 一馬取消掉 其實是比較接的 我們數毛的功能對我們不重要 為什麼要留下來 大家一直問 我也不知道 走為什麼 另外一個想對 你去Google上 Google幫我們訓練這個 問你說為什麼 這個還要留下來 其實我不太知道 不過我們當然可以用這個問題 來 就這種角度來 解釋說 為什麼留下來 毛是這樣 樹毛 需要三個東西 你要毛 毛那 第二個 紅色的樹毛 它是那個平衡機 所以我沒辦法去動控制 再次綠色的交感成績 所以這樣子 你興奮的時候 毛 這個樹毛機收出來 然後毛就會往這邊繳 你可以看我們身體的毛 你有一個出來是九十噸的 如果是九十噸的 毛是有 它的是 所以當我們身體的毛 開始發育的時候 長一個相似的時候 這個樹毛機就會長在 這個 比較頓角 他不會長在 銳角這邊 銳角這邊 你一收出來 我會怎麼 就 然後都倒下去了 功能 很差 就找到掛了 如果你是一隻Pokemon 那你大概被抱著吃掉 所以就需要這樣 那我們就在想說 OK 剛剛是高度刺激的時候 會長 那 膠管子營在平常時候 有沒有高度 那一樣 平常有沒有高度 就沒有照 就直接打藥 把這個 膠管子營給 打掉 拿掉之後 發現 毛腦會停在休息期 幹細胞就進入深度睡眠 它不會動 所以顯示了說 如果在生理情況下 你把膠管子營拿掉 你可能 那我們在想說 那會不會有一個特別的結構 在這種低濃度的情況下 就可以讓 毛腦幹細胞感受到 NOR-EMF的存在 所以在 膠管子營跟毛腦幹細胞中 是不是有存在一個 很特別的結構 讓它不用分泌很多 就可以 一個刺激 那我們就去看 做 Covolver的3D-E 你發現說 膠管子營在接近 這藍色的毛鋼幹細胞 它會 出現這個 Exon-NOR-Ecosy 就是 一坨一坨 你可以放NOR-E 這個膠管子營 就這樣清楚 另外 在這個附近 它會 表現很多 那個 Cynetal Technic 這個是Cynetal Mark 就是在那個 突觸前的 一個Mark 所以我們在想 會不會 這裡有形成一個 類似突出的 結構 後來我剛剛丟去SEL 應該他們 也是覺得這個很有趣 至少有一個新的方法 就是在 在神經跟幹細胞中 裡面有沒有辦法 形成一個 類似 類似一個 很精準的 礦質 所以你不需要分泌很多 就可以 精準調 然後 我們就做了一個 3D的 這個電子型眼鏡 之後 電子型 我後來發現說 膠管子營在 離這個幹細胞 比較遠的時候 他外面會包著這個 包著一些 Final Breast 腥瘋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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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裡 一圈打開 這是膠管神經 這個毛羽幹細胞 那這距離 就只有D-micro 就非常簡潔 當然不太像 沒有像真的 突出那麼窄 但是還是很解決 方向性 所以我們在猜測 有可能是這種結構 讓他可以 這樣用低的 低的濃度的 分泌之下 就可以去 有效來 調控 生理的毛羽幹細胞 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 類似一個 神經突出的結構 存在於 膠管神經跟幹細胞 之間的 那我們剛剛講說 那他這個位置 分泌出來的正式難心 是不是真的靠這個 分泌的正式難心 來調控 毛羽幹細胞 我們就是想說 你分泌出來 總要有人接受他 是要找受體 那我們就找到說 在正式 正式難解除 有很多不同類的受體 我們在毛羽幹細胞 只有一個 貝拉T這種受體 叫ADR-B-T 這個受體 我們就 用基因的方法 這個 這個基因在毛羽幹細胞 不一定要把它敲除掉 讓它去掉 去掉之後 再看到功能會怎麼樣 如果這樣 受體把它拿掉之後 它就會停在休止前 你沒有把他拿掉 拿回基因的方法 就表示說 他可能 應該是經過 這個 ADR-B-T 去感受的 那種疾病 然後再往下 那為了要更 零 正確 正式堂 你現在是拿掉 下一個步驟就把它加回去 那 我們臨床上本來就有 這個貝拉T的 ADR-B-T 而是 其實我們就 那種 通過代表 就是臨床會用的藥 所以我們就 就局部本來查這個 貝拉T的ADR-B-T 查一查 進去 就會進去 你拿掉不會長 直接查 那就會長 可以表示應該是 有 這個Doccatel 那種第二型的 貝拉T的ADR-B-T 就可以讓它長 那這個第二型的 比較不會影響我們血壓 所以你可能有機會 差這個就可以 往上多一點 有可能 最後呢 我們就要問這個結構 結構 到底怎麼 怎麼製造 怎麼維持 你現在是這樣 有毛 有膠板子 你有束毛筋 那 膠板子 你會去調控束毛筋 那 他也可以 調控干洗髮 那束毛筋在這裡 要做什麼 對這個結構 是重要的 那為了做這件事 我們就想要 設計有毛 把這個束毛筋給打掉 我們就在台大那邊 Diesra 幫我們做一支 一支 金轉支柱 可以讓 讓束毛筋帶 帶著 黃色 黃銀光 這是 銀行神裡面的綠色 那另外他有 帶這個 Smooth Muscle MP 就是平滑機的這個 Market 所以就置在這裡 那我們在這裡 把它放一個這個 白猴 Difia Thompson 白猴讀書的一個送 所以讓這個 你這個 平滑機就可以感受 白猴讀書 所以我們 鼠平常是不感受這個 我們就把他打 打癌之後 這是對照 他的束毛筋 交換神經就在 然後 神奇的是 是我們把束毛筋 打了 就說束毛筋就消失了 就是我們就想 可是 交換神經這樣也消失了 就說你把束毛筋 拿掉 就這樣 交換神經不見 所以在顯示說 束毛筋雖然收到 交換神經的一條狂 可是這個交換神經好像一個 爬的類似 他是爬在這個 一個 一個結構上 所以 束毛筋在這裡 是當一個結構的直升 你沒有這個東西 這個 這個環境就會消失 所以他既被 交換神經的調控 但是他又提供一個 Anchor 然後他可以爬上去 所以這兩個就是 互相拼接的Anchor 那你把這個束毛筋拿掉之後 交換神經的消失之後 馬會怎麼樣 對照子就會長進 束毛筋 你拿掉那種 他就會停在休止 就要進下去 所以這個跟我們 想的是說 在演化的時候 為什麼演化的時候 沒有把這一套 整個取消掉 因為你取消掉之後 你馬很就會 所以 你只好 把他 這套整個留下來 你把束毛筋拿掉 我叫你拿掉 你就確定 就會有救了 所以你以後就會 咬下這個 硬氣 因為他可以調控 那 在人 在七幾年的時候 也有發現 發生一種病 就有人會去 他胸腔會發炎 我們交換神經鏈 是在 胸腔後面 那個 脊椎旁邊的交換神經鏈 然後他有上方交換神經鏈 那這樣的人 就會變 那個 布袋裡面的黑白狼 就是偷了 他會半根多嗎 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在猜想 應該是這個交換神經鏈 抽到死去的死去 所以他會 半根多嗎 大概 我們可以這樣去解釋說 他們的這個稱號 還唱了一個字 叫 Hemetricosis 半症多嗎 有一個 醫學上的這個 可能是跟 我們在想 交換神經鏈受傷 一直持續的事情 所以 變成說 他調放他 然後他又提供他一個 安身命令 然後他爬 爬回去 互相依存 所以 結論就是這個 毛孪甲心發揮 圍環境裡面 有一個 交換神經跟 蘇瑪針有這個結構 那 發育的時候 沒有 剛剛沒有說 我們 我們在演化的時候 可能是 毛囊 你要想我們第一根毛 是做什麼 羽毛在演化的時候 猜想開始的時候 不是有面 他是頭頭飛的 是羽毛飛的 慢慢慢慢才可以 可以有 有這個 功能可以飛 所以現在 我們在演化的時候 第一根毛 一般相信是在 觸虛者的位置 他是當一個 身受瘤骨 所以如果你 感覺器官 所以如果你把 像在動物裡面 發育的時候 你把這個 觸虛的 他們不叫 不叫 因為他是觸虛 他是一個 身受瘤骨 你把他觸虛上的 神經減掉 他還會發育不好 所以他對 對這個 鼠類 他們眼睛看不太清楚 這個觸 觸覺就很重要 那 那 那 可能是 後來 後來身上可能是 藉由這些 激傳去長出 問題 如果 你自己都起來之後 就可以 請其他鏈牌 往下其他 事發性的變化 那 演化的時候 不太知道 樹毛肌 這個功能 是什麼時候出現 但是可能跟他 演化樹毛 跟Polarity 是有關係的 他一定有一個 彎一個角 那是要 這樣 長出來之後 剛好 長出樹毛肌之後 我們在發育的時候 是線上毛 毛會去叫旁邊的纖維群胞 長成 樹毛肌 所以它是不靈略 樹毛肌長出來的時候 才把膠感指定叫回來 所以它是A到B B到C 如果我在發育的時候把這個 讓這個 樹毛肌不要發育 膠感指定就回過來 像鼠的耳朵 他就沒有 沒有樹毛肌 就沒有膠感指定 所以你看那個鼠 耳朵 那我們北京的朋友 他們有一隻鼠 就是可以把 耳朵的位置 讓他戳了 讓鼠 耳朵的位置 這個 有必須要是他身上 結果他這個 耳朵就變多 我們去看 樹毛肌跟叫 我們找回來 它是 叫這個 然後這個叫這個 我們在想 這可能是從 血管裡面見過 因為在銀化手機 應該是血管裡面出現 血管管裡面是 那個 那個 雲化肌 那血管 動脈旁邊都繞了很多 膠感指定 所以他可能在銀化的時候 多了一個勾能把 銀化肌給 讓他產生 那銀化肌本身就有一個叫膠感指定 形成類似性很高 所以你可以 請記憶哥大家也可以出去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說 他不只一個膠感指定 他應該是 樹毛肌跟膠感指定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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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組 然後 打 有限電話 讓我們可以來 感受 幫你冷藍心 那 一樣如果你讓鼠 變得很冷 的話 忍一陣子 他這樣子就行了 他們就會禁止 但是要 忍很久 那我們立場上 又要用忍來治療 有一種 特殊型的 然後可以去把 翻譯 讓他治療 很冷 然後你 可以解釋他的毛 會長出來 可能是這樣 最後 跟大家講一個跟科學沒有關係 說 我其實是蠻 這首詩是 是有八句話 或就是取中間 那一段 萬物承安心以後 百昌疏食小風景 適時可來的女生 一世女狂變少人 有一些話發現自己是四十歲 四十歲的人最大的時候 應該已經說 以前人家會說 下半輩子不要坐死 現在不是下半輩子不要坐死 你已經到下半輩子 那就會對於自己的青春 所以也會覺得 好像 會想念 你可以找到一件事 像自己 可以做得 很投入 很瘋狂 就會很快 我希望 也祝大家 在人生不同階段 都可以 找到一件 你自己很喜歡的 可以做得 瘋狂的事情 那我就自卸 借我們剛好做得 第一個故事才是 總統冰 阿米凱阿斯 還有 年輕的成品 還有 E-C-I-L-Mix 那第二個故事在講 這個膠板子的技術嗎 記得幾個都是跟 哈佛大學學家教授的事 他的 他的博士後 劉莉亞 還有他的博士是 Murion 我們經會來演的是 TBF 科技工程 還有大學 我們第一個故事主要是 放演 第二個故事是 還有 我們的學生 王偉堂 王涵 還有 Angeline 幫忙 今天就 謝謝大家 希望大家 可以聽得 高興 謝謝 謝謝 非常精彩的演講 他的這個演講 就是他的成功 就能夠成功 第一個他要 先細節觀察周遭的現象 去看兒子的腿 然後後來還要問 很大 重要的問題 然後是設計線 一步一步做的 原來更深 每一步 要做得更深 都需要極大的勇氣 跟功力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厲害 我相信大家也沒有很多問題 我們會先 開放給學生 發揮 發揮 然後你先 更多病变 所以我想知道那个 如果我要用一治治疗 就是毛囊 你说什么 如果要让毛囊白身的话 是有办法用局部的 就是你刚才最后有提到说 可以用温度 然后让它感受到冷 然后树毛肌肺 会刺激到干细胞在身 那另外一个是回应到最前面 就是动物化毛这件事情 所以动物化毛 它是会感受生 到底是眼睛接受到太阳光 自然光那种强光 让它有办法刺激胶然身体 然后再往往再生 还是是透过外界的温度感知 让它有往往再生 就是幻毛的现象 那最后有一个比较 有三个 比较天真的问题 就是我每天接触 因为我们现在滑手机 或是电脑那些荧幕 反光照射 那常常直接使用照射 那这样我们是不是长毛的速度会比较快 谢谢 谢谢 谢谢这个三个好问题 第一个是我们怎么要长毛 我们掉头发或突发 每个有好几百种病 每一个病都有不同的种因 跟治疗的方式 所以通常说我们要 我们特别说你是在治疗哪一种调划 或突发这样的 如果一个是 有一个是说你这个器官不见了 然后受伤或是疤痕 那我们目前在远斯 还不太能有效率 长出一个新的器官 所以现在做法就是把 远远的器官割下来 提过来 他们跟治疗 那我们现在 大概还没有办法 再讲 鼠还不会 鼠不会太难 但这里很特别 就是他们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诱导新的长鼠 我们在处理 刚才讲的问题都是在 毛根细胞的休息 停太久 你怎么让他休息变成 醒过来 再处理这样的 所以如果有些疾病是在 毛是休息太久了 那这个方法可能就会有效 所以他们用冷来吃 这个叫原型吐 或北京吐 他让毛会停在休息很久 然后他就给他冷吃起 然后韩国的文章报告说 看起来是有效 有可能是局部让这个 比较晚的兴奋 不过我们没有在 真的在原两国 所以我们是在 你第二个问题是 那个动物 冬天的换马仕 或是 这个 各位同学可以想一下 我会想得很清楚 就是说他 你看第一个是温度 冬天到他会换 或如果你看 我们有个朋友在蒙古 那你慢慢有学徒 然后本来他要再做一个实验 就是要常做这个事情 因为这不太好 你不能把他有在室内 因为他本来就是在室外 那学徒是到冬天会患成白色的吗 那你想一瞬间才患 其实不是嘛 他大概秋天9月的时候就开始患 然后他不是医师循环 不是你们哪里 因为你循环的时候会独立审火 是你帮他透光之后再重新长 在外面不能死 所以他是逐步的患 所以九月开始 然后患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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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大概感受到不知道怎样的运输 看到他开始疯患 就是我猜想的 那个雷鸟可能也是 那一个野生动物还没有人做类似的研究 不过就是 你可以猜想 我会鼓励你去做这个 可以帮你联络我这个内蒙古的同友 他们只是有在操场里面 然后叫一个 然后可以看到房间里面 还很冷 然后下雪的时候就到学堂就在那里面 第三个是你 滑手机 你滑手机会兴奋吗 没有 没有可能就没怎么下 心跳一百个才够 所以感到再感动一点 滑到我起雞皮疙瘩的位置 那就可以 有一个switch phone在那边 不然你是让他深度睡眠进入以前的地方 你要一次把他踢到最高点 才会直接就把身子给你发大 直接空调大 来后面那个 来 摄影 谢谢 谢谢精彩演讲 就是我问的奇怪 比较奇怪的问题是 就是以上的时间都是在动物以后的model做时间 那如果 里面的因为动物的model的组织 性肌神经都跟人类不一样 那这样子的研究如果 靠中在 真实人类的事章会不会有所不同 有可能 我做的时候 还是有被问到 说整个毛绒干细胞事例也是怎样 那我们就把人类的毛绒干细胞也出来之后 要用这个 养在这个考树里面 用被告注意 因为你大概不会让我们造型 就是 养在被告注意 他会长快 然后感觉他会 成立快 所以可能在这 还是有 类似的机会 只是说 觉得还没有安全到可以做人 做人 很困难 今天会比这个拉很长 我应该 可以往这个方向做 我们 我们解决人的问题 是喜欢说 有人有两种方式 一个就是说 我用一万点 要来做 Squint 那一个信仰来Squint 那你Squint到四个要 然后再继续往下做 我们 喜欢的方式是 看一个现象去解这个现象 然后找到有没有一个 一个 最后的一个 分子的计算 最后希望这个分子计算 我们就 选到猫而 不会影响其他的情况 就是我们喜欢的方式 那 每个人当然问问题跟解决问题 有不同的方式 然后我们喜欢是 我自己喜欢看有形状的东西 或长到长得 变化很大 你可以找到你自己喜欢 做的方式 又喜欢 养心包 做卫生 或是 我 我是特别喜欢 不会太兴奋 谢谢老师 让我们看这么精彩的研究 然后挺好奇最一开始 这个蓝光为什么是照八分 就是八分钟关键的时间怎么来 为什么不是到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有没有看过他 照不同时间的 对长毛的影响 有什么差别吗 对 这个学生问的问题 实在太好了 就是 你要test的时候 怎么test出来 我们有test不同时间 文章里面有 一分钟 两分钟 那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 就是八分钟 不管 就是 硬做八分钟 那就会长 那所以一阵子才会 还想完 应该是把他坦催下来 四分钟也可以 不过一晚过来 就觉得八分钟 就一直用八分钟 也比较不会死亡 假如要手放进去 按马铁 如果一分钟也很恐怖 就会一起拿出来 发进八分钟 有八分钟大家可以 发进之后可以 研究生可以坐下来 跟狗长 八分钟 就把他拿出来 有疯的做坦催 更长时间 因为 选择会很太累 可以享受但不用享受那么久 就跟念博士班一样 享受你的社会 不太久 谢谢老师的演讲 然后我想询问一下 在 就是 刚刚有看到说 在美南都不是 哪个帽子什么话 然后他的 他的毛囊 不会受到光线 自己的生长 那这会不会有可能 因为在发育时期的时候 老鼠没办法接受到光线 而使得在脑袭里面对于 对于叫感神经 控制脑袭生长 有受影响 有受影响 所以进而使得 他在额道者时期的时候 那个 帽子身上的毛 就比较不会受到光线的调控 并不是因为 就是在成熟时期的时候 因为他应该居然没有受到光线 然后耳时的 就是 但是教官神经没有被评 你当时有 你给我这篇文章 你有省略感吗 没有 我问同样的问题 我本来投去的地域 没有地方外被退港 然后问你 可以讨论问题 然后我没办法做 不过 这很有可能 会不会说 因为他是 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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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没有这个东西 比较好做法是说 你到那时候 你再把他关掉 那时候我们有想过 是要帮我们把 Auto Genetics 去做 不过现在会想 你来不及 你都被退港 就往下面 那不过就是很有可能 我觉得你这个人 实在是 太厉害了 你这样的 我那时候跑的时候 没查到这个问题 那一问之后 怎么问这个问题 对 有可能 很有可能是说 你出生就没有 他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 所以他会不会就 不会这样的事情 很有可能 那如果进行全安养殖 从在怀孕的时期 就开始全安养殖 然后直到成熟之后 才给他在到刀子的时期 给予 放置解放 那会不会影响 就是这样 会不会比较看得出来 我就应该会把那个 Lightbox 送给你 搬来新马舟 有可能 我没有事 不过 很好的问题 我想很多事情都是在 问问题上 就是如果没有问到 我们进去上就回去 你就问的问题 大概是我回答过 最坚弱的问题 还是没有答案 我觉得动物房的人 会很像上司 全安养殖 那现在开始 还没有学生问题 最后一个 我就有两个 比较好奇的地方 就是 第一个是 就是老师在那边讲 一开始的时候 有提到 TOMAC这位 中心性诞生的 算是身体的 一个部分 这好像还有另外一部分 就是持下 其实也会 那 比较好奇的是 有没有可能 我知道这大概 没有太多的研究 或者是可能还不知道 然后我想说 有没有可能有类似的 基石在指甲 在身上 那其二是 我觉得老师的研究 最有趣的一点 从我看到的 就是神经 去直接控制到你的 干细胞 那因为干细胞有研究 就是各式各样的干细胞 皮肤里面 里面有看 那同样的 其次也没有在其他种类的 控制其他种类的 干细胞上面发现 那主要是这两个问题 谢谢 这个也蛮好误的 好误的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指甲 跟指甲的指甲 我们以前 实验室本来做黑色素 要换皮肤的时候 大概0708 比较轻点 换皮肤 我换皮肤 那时候我们很想做指甲 为什么 因为做指甲有点傻 跟教科师 只要指甲的病 都有整段 没有治疗 不会 那指甲很重要是因为 动物的体压 马如果没有体压 没办法刨 就是类似的 类似的东西 那 那人的指甲也供应了 如果没有指甲 你很多东西没有办法握钱 所以指甲 那指甲干细胞之类 指甲的后面 但是指甲 指甲 比较没有 它没有周期性的伸展 它就不断的长 所以你不会说 冬天不用解指甲 夏天冬浪解指甲 那样 那个美甲的工作房 就没有生意 所以 指甲 它有感觉 但是它是 不断的 不断的长 上面 属了下面的 牙齿 有一个根 有的 所以 指甲 它在 它不一样 它不会一直长 可能是我们在 就是那个 你要一直把它 一直被弄掉 所以干脆就一直长 然后你就可以 你就不会被扣到 抹到 有可能 这样的样子 你会发现 你很多动作没有指甲 没办法握 虽然 平常不觉得它重要 但是 没有的时候 就 会很恐怖 帮你试试看 把指甲剪到最大 不然可以帮你拔指甲 酷刺 那你第2个问题是什么 控制干细胞 控制干细胞 交往神经 这个 我们还要做一个实验是 看对造型干细胞 这个 造型干细胞 收到交往神经里面控制 所以 你在骨髓里面要 不要把造型 造型干细胞放出来 它是有那个 看时辰 早上跟 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要接那个造型干细胞 要看时辰 某个时间会多 那跟交往神经的 咒业的兴奋程度不一样 上午的身上线 和明明的上午多 下午上 我们在临床后 上午少 下午多 就是这样 加上午有病 Rhythm 断掉 Jones 也不一样 你先做 咒业 那 鼠跟人额 是 是差不一样 所以你要看人 就是 算上时辰再来接 不过现在被克服掉了 他被打一个药 让那个 干细胞就放出来 比较多 所以你就可以不需要看时辰做 直接去结合造型干细胞 不需要再结合 所以这两个系统都是 不同的干细胞 事故都有收到 交往神经的控制 那以至于其他 其他位置 像 拓异线 就是受到 副交往神经的控制 所以如果不能 发育的时候 副交往神经把他剪掉 拓异线会长 辅射 放射线治疗 如果把 那个拓异线 肯定很好调整 他会在试验 所以神经会对我们这些 肯定都会控制 所以对指甲 我们应该做 好 谢谢老师 那我们现在开场 给的老师 过去哪一项 我想好问题 都被学生问完 对啊 所以我问一个 哪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身上 有好几种 他们头发大概一直在长 股市也会一直在长 可是如果头发的时候 也有人会长 所以两个机枝 那另外其他的 部分的毛 像 一毛 一毛 九毛 其中找到一个神经会在长 对 然后 但是你把他剃掉 他还会在长 所以 他的机枝上面 是不是 就说我们认识里面 跟这些 机枝上面又不一样 还是 还是说你同样的机枝 有些地方他就是土掉 这个 这个是一个大灾问 就是我们选毛浪这个系统的时候 几乎 生物上可以 问的问题 他都可以做 大小 长度 方向 颜色 还有 距离 排列 钟情 他的 颜色 就变成说他这个系统会 有趣 他几乎你想要做的事情 都可以做 但是 但是 做得不好做 我们在想这个 这个 这个系统很特别是说 我们通常在一个 一个器官里面 大小大是固定的 因为在演化时候 你靠一些分子的 diffusion 它固定的距离 或固定的grading 所以你通常不太能够 scalable 你 体重不可以中到 150公斤 那两个楼 你会出不了 可是 马的粗细 他可以差好几个 那你去看马马的结构 也可以从细到很粗 可以改变 所以他 他这个系统就很特别是说 他可以 他这一份基本上是 某种类式scalable 比如说你从小到大 他都可以 保护到 这个 这个好好的 我们还不太清楚他 他是靠 叫diffusion 还是说sexual content 把这个 这种 很有boss 所以 你可以这个系统配从 我们 小系统 在还没凸之前 头发 毛囊很粗 然后在 认识认识 他还可以长 越来越细 就算变3D 他还是会长 那 这个系统就是说 他 他还可以 修 你辨识的问题 他这个技术 还可以维持住 我其实不太 不太 知道什么回答 但是就是 很有趣 那第二个是 刚刚问到合理说 我们每个位置 毛都长不太一样 这就很奇怪 他这个系统是可以 变身的 就像 眉毛 我们大概都不够 到40岁以后 发现眼眉毛 可以不断的长长 世界上的眉毛 跟睫毛长度的世界 就可以水到这个眉毛 比如说他将额毛 外面也会长出来 鼻毛也会长出来 另外是说他 他可以 就是 胡子 叫女生 你现在没有胡子 那你 闻地区号在这里 他一把 穷新号的门打进去 一直打 下个月之后 你胡子就会长出来 就会从 很细的 那个细的 变成 胡子的这把毛 他可以 他可以 他可以改变他的性质 然后他每个位置的毛 就是 每个位置就是有力需要很准的 龚后脖子 就是哪里该长什么 然后每个固定场地 好像有一个 时钟在哪里 这场 今天大家休息休息 不知道 我们现在不太知道这个 这个时钟在哪里 就是放在什么位置 让他生长去有一个固定 而且是每个位置的 时钟还不一样 我们现在有一个学生 医科学生在 在写 在写一个 我们在猜 怎么做这个问题 我们在 我们在想要做的是说 写的是说 我们头发为什么 生长期会变成无限 因为你本来动物是有限的 就是要固定的场地 但你变成这个 你可以 长31年 以前的人不是每个人可以活到31年 所以表示有人 有人一生就 同一个忙的 那个周期 从来还没有 结束过之后 他就挂了 你可能只要用一个周期 就可以 那他怎么把这个周期 的抹出 我们 我们在猜想是 本来是一个 失踪 他到某时间 就是绕一圈就停 绕一圈就停 那 头发会一直想想是 他这个始终 会拨停的时间被拿掉 所以他就一直绕 一直绕 那怎么做这个问题 这个怎么停 我们一直在想不懂怎么做 不过有一个病 可能可以找出来 尤其我们在 有一种病 就是 他天生 哪里的毛都正长 眉毛哪里都长 也没有其他 上米器官的低肺 但是他头发就会长 只会长到一定长度 就是 他就是生长期 过短 生长期 震动的群 他就是长到大概 跟眉毛或是你的 黑毛再多一点 大概三公斤就会 我们现在不知道 他的记录变化在哪里 我从这样的 有可能是说 他可能就是 有一个 本来把 把那个 时间要放很停的 那个机制 可能有可能从这样 可以去解开 还有这个 这个可能的原因 好 这次的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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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